谈点2021年那些渐渐消失的主播 哈喽你们好我是许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在2021年有很多知名的吃鸡主播都出现了断更的情况 就比如王老师 绍云 梅森 还有叶某人 他们都出现了断更甚至停更的情况 最短的已经停更了一个多月 而最长的甚至达到了一年多都没有更新 那么这些主播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断更停更的呢 这期视频雪龙就来带大家走进他们的幕后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王老师的后台 王老师呢已经接近四个多月没有更新了 近三十天内更是掉了五千多个粉丝 而王老师在这四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梅森的数据 可以看到梅森经过了长时间的断更以后 已经出现了严重掉粉的情况 近七天更是掉了一千七百多个粉丝 如果说按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 梅森辛辛苦苦攒起来的粉丝和自己曾经大量的付出 可能都将会慢慢的消失殆尽 我们再来看一下邵云的变化 邵云呢已经一年多都没有更新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邵云的粉丝还在一直成长粉的状态 就光这一点已经很厉害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叶某人的数据 叶某人总共断更了一个多月 但是他的账号却还在大量的涨粉 近三十天增加了三点七万的粉丝 但是雪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这三十天里 叶某人的作品反而还删掉了五个 不知道是官方删除的 还是他自己删除的 是不是呢最后 小奥班们知道这些主播为什么断更吗